中韩学测的确诊考生在内 高雄港的疫情相当的严重 市府为此针对了所在齐京区 展开围棋14天的防疫加盐 我们来看到包括一些婚宴会场 还有庙会等等的活动 一律都要暂停了 到了餐厅要吃东西 必须要进行实联制 也要用隔板 一连串的措施 其实就像是类三级警戒一般 这样的消息一出 让当地立业者虽然有配合 但是心里却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他们认为 中央总是喊着要同岛一命 但现在怎么却变成了 齐京岛一命呢 认为政策如果要紧缩没有关系 应该要全台湾都一起加盐 这我近年疫情来的时候 我就买去准备了 餐厅内啄啄地摆上隔板 却完全等不到顾客上门 省已跌到谷底 业者好无奈 疫情人们就走到要死了 隔板人们又不想来 电桌更安全 我们大家都去筛检了 明明全面筛检也已经仔细清销 但客人回不来 由于当地防疫加盐 更是影响游客旅游意愿 尽管是谨慎起见 但仍传出不满声浪 你老是讲同岛一命 结果现在变成齐京岛 自己自己一命 船舶也不是从我们这边开始的嘛 是从那个西光流开始的 对齐京的业者 所有的业者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确诊案例增加 迄今成为疫情红区 高市府25号紧急宣布 当地防疫措施假延14天 其中除了餐厅十连制 及用餐隔板都要落实 唱歌也得佩戴扣照 至宗教活动及婚宴 暂停举行 包括滑香 滑香 滑香的滑香的滑香 讲庭 另外社区关怀据典也暂停服务 全面防堵人与人解除机会 同时迄今裁剪持续进行当中 筛检的方式不是一次就结束 要有三次的筛检 根据统计 请进人口大约有两万八千人 其中有四成没涉及 针对这个催漏 里长及警方协助通知或发放通知书 并使用广播车眼界呼吁 目前裁剪人数已经达百分之三十五 过年的这段时间 拜托大家 就要把我们个人的防务措施 这个部分还是要做好 尽管攻守旗下 但随着年节将近 防疫规格势必提高 否则难来备忘病毒倘若蔓延后果 不堪设想 接下来 中纪委高雄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